大家好,現在是12月3日,早上10時多 昨天的尾場看完後都很生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意見 首先講一下昨天的馬,大家應該都會認同銀量光速、標指、量指和飛兩步的三隻實力馬 但最後落飛落得最重是七號的穿羅冠區與九九圍攻,九九圍攻以WINPAY為主 但Q為止Q很有趣,只是拖1、2、4,他也認同這隻馬打碎片 而這隻九九圍攻是要靠萬步速贏馬的 賽後大家都很不滿意潘頓或者周俊駱發揮 我稍後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為甚麼呢? 這場馬,後追馬全部不行 最恐怖的是,不知為何突然偏差變成內蘭五隻馬,全部回頭五名 為甚麼突然偏差變成這樣? 而且,外蘭的馬是完全不追的,是沒有一隻加速的 很早演騎,在彎位這個位置,400米左右演騎 但全部都不加速,而裏面的馬,隨便騎都可以加速快 不知人為偏差還是甚麼 但最神奇的一件事 潘頓就說,被查詢有關市區表現時,去騎銀兩剛速 潘頓表示,在其上將受惠於組斷的普通步速 以得以保持,據以前列為止 她說,試賽步速比較快,不合作其發揮 作其因而不斷難以勁勢充斥 但我想問一問大家 她只是跑回自己的披繩 好了,頭兩段是快的 最後段是慢的 總時間,頭三段是1分16秒45 上次1分16秒80 即是有回器位給她 頭三段是慢0.35秒 好了,再看下去了 看看銀兩剛速,上次是28秒93 23秒81,逐段逐段比較 銀兩剛速是第一段28秒93 上次是28秒54,第一段更快 第二段是24秒92 昨日段是23秒81 這段是偏快的 只是這段偏快 因為第一段實在是慢的 所以這段寫快了1秒 第三段是24秒43 23秒37 其實這段已經加快了 第二段快了1秒 但總時間,頭三段也是偏慢的 中段用了更快 全部都快了,不要緊 最後是23秒88 上次23秒53 即是說第二段是偏快的 第二段是偏快的 剛剛昨晚 都不要緊 但你說早段是偏慢的 早段第一段是偏慢的 然後賽事報速 為什麼呢? 事賽報速 事賽報速較快 他不是早段 對嗎? 受惠於常 就是早段的普通報速 上一次 但他說這次報速較快 但明顯只是第二段編快 頭三段時間 都是慢過上一次 這件事已經不成立了 我在看影片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當年 星眼光 贏出菊草這場 千百米之前 我記得去捧背 初跑菊草1650米 看看偉達怎樣解釋他的表現 他那天回來 跑第九名 他就說 聖眼光出襲良好 但不久 他顯然會在外跌徑跑 可能沒有遮擋 因此再組斷他選擇收慢坐騎留居候裂 他說 聖眼光沿途跑來唱順 入直路前 向外移出 其後在直路上對摧拆反應普通 記住 在直路上對摧拆反應普通 看著 秘密行動贏出這場 22秒07 第三名 21秒08 然後到哪裏 第三塊末段 第二名 22秒08的聖眼光 這樣叫做 這樣叫做什麼 在直路上對摧拆反應普通 22秒08 當然又如小又成 我不看片 和大家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小組究竟是做事 還是趕下班 還是怎樣 接著第二場 當然就贏了 我進了場去 拉了頭馬 下一場 是蓬佩 這個是小組的做法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騎士說什麼 以前領騎士說什麼 他們照單傳收 也不確定 不用用腦 好了 和大家看看昨晚巡馬 可能大家很生氣 很多事情都很生氣 我逐一跟大家看看 好了 他在這裏說 早段是偏快 好了 銀兩光束在這裏 十八獎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他特地不賣籃 其實如果賣籃 就不會搞到後面亂七八糟 這裏 紅運掌聲 要避後提 帶著錶子 拿上鏡子 都在這裏 之後 周同學當然 同學 三檔就三叠 前面就差很快 但是前面有隻快 後面那些 只是跑回自己的披繩 也是沒問題的 周同學在這裏 已經輸了 原來就三叠 然後偏差越整越有趣 沒問題 變了內藙 醒了 頭五名就是內藙 這隻手是成立啊 不知為何不賣籃 有趣 好,看看秦來的影片,因為到這裏沒有關係 他們的發揮,這段偏慢,沒有人想去搞 好奇怪的,這裏其實已經偏慢了,但沒有人先走 全部定的,潘導人在這裏定住 不要緊,主要看,就不可以完全責怪周同學 你看到,這裏有銀量光速,這裏有18獎 18獎是死不埋藍,轉頭看真一點 其實我一跑的時候看到,碼頭是拉向外面 死不想埋藍,不想要藍,不想在裏面塞 這裏發揮正常,這裏離開的藍,大概2.5-3碼位 好了,看人,認見頭是向外面,所以不想要藍 其實如果他要藍,整件事是合理的,後面不會塞到痴線 去到這裏,一碟半,兩碟 然後他現在才切過去,對不對 潘導人切過去,影響到那隻紅運帝王 紅運帝王自己的頭擺開的 看到嗎?潘導人在這裏是全程不讓他埋藍的 裡面,看他的手不像拉出來的 是在碼頭自己避開的 但這裏是應該這樣避開的,還是應該收慢坐騎呢? 明白我的意思嗎?潘導人從頭到尾看一次 他是死不埋藍的 其實鬆了一點點就能埋藍 他自己左手是不埋藍的 後面沒有確立跑線,應該是沒事的 這隻了,十八掌,看著看著看著 還有二碟,又是很欺負你的 其實他是一碟與二碟之間的 所以究竟是這隻馬影響了銀量光束 再影響後面,再影響其他馬 還是怎樣呢? 銀量光束在這裏死不埋藍 他在後面喊了 這個紅運帝王的騎士,選擇不收慢 他決定自由奔放地跑 然後在內蘭頂了一隻錶子良紙 頂了其他馬出來 其實他是不是應該可以拉回去? 他不拉 打他左手 完全拉不住,他完全沒有意識去拉 跑出三條再吸回來 所以是連燒帶打的 所以是十八掌,其實他沒有做錯 潘頓為何會這樣跑? 潘頓完全沒有報告那裏 完全沒有說過他組聯怎樣 最近1500處時,反而紅運帝王也有說 最近1500處時,銀量光束向內斜跑 避開十八掌 其實他不是向內斜跑 其實是有一點點 你現在不是跑馬,你不是一條跑線 導致紅運掌聲在銀量光束內側緊迫勁跑 跑了一段短路程之後 銀量光束一度受十八掌 擠迫之際收慢 小組告交配小心 而至銀量光束開始搶口 其實這不是交配小心 其實他沒有做錯 他真的沒有做錯 他在那個位置 但我不明白 然後之後 錶子亮指說 起步後不久被碰撞 賽後周俊諾報告說 在期起初佔有遮擋的第二碟位置 接近1300處 紅運掌聲向外斜跑 之際被帶出更外斜 因而須在如下路程上走外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剛才我跟大家說過 潘頓很早已經立心不要這條爛 也不要緊 但是 十八掌埋合理 潘頓不埋合理 但是既然這樣吸引了他進去 他看著這裏 看著這裏 看著看著 這裏 後面巴道 紅運掌聲 這裏是否已經開始要預修慢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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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銀量光束 未必可以 切到 在二碟位置 整件事 我覺得 這裏 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我當作一碟二碟 你洩不到這個位置 為何你離開其他騎士的 奧義 聽到大喊 他一跌位置 他未確立跑線 他這裏 不應該這樣篩出來 他不應該說 前面沒有位置 我走出來 就 對你 就 阻礙你 他反而應該是收慢一點 是吧 沒有 完全 直接出來 他控制不到一隻馬 否則這個位置 就是他 內蘭這個位置 如果他正正常常 他會想 他應該這裏 整件事又不一樣了 你看 他選擇走出來 不控制一隻馬 你看 哦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這個位置 本身 這個位置 銀量光速入面 是不是 他沒有要到 所以我不可以怪周同學 因為我昨天見到的時候 是被人承認了 承認了之後 他選擇這樣走三碟 就完蛋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呢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潘頓說 捕捉編快 小組沒有任何問題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我也忍不住拍了 我不爭氣 就 做一條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意見 希望大家留個言 告訴我你的看法 拜拜 拜拜